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三 设计以及本土化 如果有真正认真研究用户 反馈卡和产品外观的人 可能会发现Anker走的是纯色简约风 研究过大数据 和整体受欢迎的产品的外观风格的时候 最受欢迎的恰恰是这种性冷淡风 从营销方式看 在海外 亚马逊和EB是Anker的主要销售渠道 在国内 天猫和京东也开设旗舰店 一 博客论坛 对于3C电子类产品 最好的营销方式是博客营销 论坛营销以及Facebook YouTube等社交营销 Anker以博客营销为主 通过免费寄送产品给红人 进而通过红人测评文章 获得关注 或者与网站红人 进行推荐分成的合作 三 社交网站 虽然在Facebook或者YouTube上 都可以找到Anker的身影 但Anker并没有在社交平台上 做特别的推广 因此在社交网站上 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OT轰炸式多平台 推广营销 据说前段时间主账号 出现了短暂性的关闭 主要原因是被恶意差评 触发了机器人审核 但大卖家 就是有大卖家的厉害之处 当天就火速救了回来 品牌方面 奥基奥基在近期以来集中于SD Kinger Word的品牌营销 产品影响力较之前大幅度提升 Lite 台灯 快充与Anker Rabber World Tauronix等 同类产品功能性能等方面 差别不大 价格相当较低 迅速占领了一部分市场选品策略 根据对各个跨境电商平台的数据分析 持续挖掘与海外市场需求匹配的产品 包括但不限于移动3C类产品 定义All Key等自由品牌销售 营销方面 很多大卖都擅长玩独立战 而奥基本身做独立战很多年 有自己专门的推广团队 利用国外的一些掌握推广资源的公司或组织机构 持续性的做大面积促销 推广投入非常大 曾一度出现资金短缺的情况 当然这种方式对于小卖来说可以学习 但谨慎模仿 对于卖家来说 合理的站内站外推广 关键是是否可以运用好手上的资源 只有懂亚马逊站内站外整个闭环的人 才能把站外发挥到极致 说完以上两位大卖 众小卖家都不陌生 人家是实打实的产品 技术创新 靠过硬的质量成为知名品牌 尤其是Anker制胜的模式 对咱们众小卖家而言 几乎是难以复制 但是其他亚马逊大卖家们的成功之处呢 泽宝完美客户服务 代表品牌Tauronics 起初只是一家传统外贸企业 但泽宝顺应发展趋势 从传统外贸企业转型为跨境电子商务企业 目前在深圳关外低调赚大钱 关于市面上其相关消息也相对较少 泽宝的产品并不像Anker那样是独一无二的 甚至可以说只要用心去找 在市场上就能找到一模一样的供货商 XXX公司有款跟泽宝一模一样的耳机 评分搜搜搜下降的很快 很快就跌破了四分 可见耳机本身质量一般 但是泽宝的同款却能牢牢维持在四星半以上 因此对于做亚马逊的卖家来说做好售后服务至关重要 毕竟亚马逊是以买家为中心的平台 在泽宝的店铺里你可以找到跨境卖家的一个个报款回忆 泽宝这样体量的卖家又属于入行早的卖家 抓住了每个时期的报款 但是现在人家也没有一直吃老本 如今泽宝把方向转为产品精细化运营 认证研究买家需求 通过丝摩产品批量的构筑行业壁垒 其实通过对这些大卖的运营思路和成长路线分析 可以看出亚马逊的风口已经变了 靠扑获实现报单 野蛮生长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小卖家看到的不应该是在大资本大资金面前的绝望 精细化产品运营才是长久之计 有期待 都繁荐 就温柳 徐 若 분위 儿 我